大家好 平常我们在家做泡黄瓜条 沙水的时候不是这种盐就是这种糖 其实那样都错了 今天我们教大家一个正确的做法 观众我们这是方法做着的黄瓜条 脆嫩双口 营养又开胃 喜欢的话就赶快说三点的试试吧 一圈三连 请我关注 首先 我们把满油的黄瓜给它轻易干净 然后切去头颗尾 从中间给它一泡为四 然后把黄瓜现在给它去掉 去掉之后 我们再给它切成了段 都给它切成了三到四指的段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给它加入适量的大桑子 喜欢吃大蒜的可以多放一点 因为这个大蒜子经过泡制之后啊 味道非常的棒 接下来这一步很重要 在沙水的过程中啊 我们不要只放盐或者是只放糖 一定要盐和糖一起放 加入适量的白糖 适量的食用盐 盐和糖的比例啊 糖放两份 盐放一份 这样做出来的黄瓜条又脆又嫩又双口 好 给它焯拌均匀 焯拌均匀之后 我们给它放在一边 腌制一到三个小时 接下来 我们再给它切点小料 青红黄椒 我们给它清洗干净之后 然后切去剔 再给它切成马蹄状 切好之后 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少许的香菜 给它清洗干净之后 两根给它切进去 都给它切成小剁 切好之后 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个干净大盆 调个料汁 首先给它加入一斤半的白糖 也就是7.50克 然后加入一瓶半的生抽 再给它加入一瓶香醋 半瓶的一瓶鲜酱油 150克的中芸汁油 80克的美极鲜 200克的辣椒油 把所有的调料给它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给它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黄瓜也腌好了 大家看一下 这样给黄瓜沙水啊 非常简单 也非常方便 更省时间 大家看一下 黄瓜给它腌着能打到对折就可以了 如果按照我们平时沙水的方法 这个要沙过水之后还要晾干 现在我们不必要 没必要晾干了 因为它不会咸 好 黄瓜条腌好之后 我们给它挪一下水 挪到越干越好 然后把挪过水的黄瓜条给它放入一个干净的大盆中 容器要稍微的大一点 再把我们准备好的青红黄椒给它放进来 香菜也给它放进来 给它焯拌均匀 再把我们调好的汁水给倒进来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时间比较紧的话 腌个2-3个小时就可以食用了 闲下来的时候 我们一次性可以多做出来一点 然后放着保鲜柜 给它储存起来 什么时候吃 什么时候拿出来 做一次能放10天半个月 它都不会坏 而且做法非常简单 黄瓜这样做 既可做下酒菜 又可做下饭菜 保证你吃一次就忘不了 吃一次就念念不忘 大家看一下这个黄瓜条腌的 非常的漂亮 脆内双口 营养又开胃 好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制作不易 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感觉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动动你发费的小手帮忙点赞 转发 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